台北市有一名女子 因为独居套房洗澡 招人偷拍 迁往士林分局报案 没想到受理的远警 以后续讨论案情为由 私下加了民众的LINE 却传出了搞笑影片 甚至是自己的全裸影片 民众仍无可忍 找上议员徐晓鑫召开记者会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拿出一张张与士林分局 远警对话的LINE通讯记录 H小姐在市议员徐晓鑫的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控诉报案后 居然被远警私下加LINE 居然收到不雅影片 现在的女性 为了自己 那曾经被受性骚扰的状况 要替自己发声 我们都以为已经变得很简单了 可是其实难度还是真的很高 H小姐住在单人套房 因为发生洗澡被偷拍事件 前往士林分局报案 承办远警以后续可以联络案件为由 主动与H小姐加LINE 一开始针对案情讨论 没想到远警后续却传了搞笑影片 甚至传送自己在山上瀑布的全裸影片 我们分局就在9月15号 依这个刑法第235条 就是散播猥胁物品罪 还送这个移送士林地检署来侦办 市议员徐晓星表示 这是对受害者的恶毒伤害 而士林分局副分局长蔡炼勇 除了对H小姐表示歉意 针对远警则是依刑法第235条 散播猥胁物品罪 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另外也寄过调离限职 转网警被对服务 九昌华厂报道 台北市一名年仅21岁的诈骗集团车手 因为缺钱花用 中秋廉假期间在士林区一家营楼 趁老板娘不注意 抢了价值28万元的金项链 变现以后一连跑了三间酒店 途中还参加烤肉趴 短短不到两天的行程满档 期间还换了九步小黄 企图制造断点 不过最后还是躲不过警方追捕 乖乖就呆 男子假扮顾客到营楼柜台前挑选首饰 趁老板娘不注意 突然拔腿往外跑 被抢走的金项链中三两六钱 价值28.5万元 嫌犯得手后变换成信金 立刻到酒店消费狂欢 男子玩到凌晨12点多 随后带着一名长法女子离开 再往另一家酒店刷拖 精力充沛的她 接着还参加烤肉趴 天快亮才到汽车里馆睡觉 行程满档 一天多 总共搭乘了九部计程车 然后包括另外还有用步行 还有集友人用摩托车汽车分别接受 企图制造我们警方侦查的困难 士林分局掌握嫌犯行踪 在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商务旅馆逮盗人 原来21岁的失信男子是诈骗集团车手 有毒品诈欺钱科 因为缺钱花用才会抢银楼金事 而经过短短两天的极乐生活后 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多元赃款 警方证讯后也依抢夺罪 移送士林地检署承办 新兴毒品采用果汁或是咖啡包装 吸引年轻族群 不知不觉当中容易放下戒心 需要特别注意 丹安分局日行在东区执行入检时 发现有一名年轻男子神情紧张 攀查后竟然发现他的包包里头 常有各式的毒品 当场将男子逮捕 移送法办 行机市民大道跟光复南路口 25岁的正姓男子 因为神情紧张 被荡安分局安和路派出所拦下盘查 这个红色袋子里面 这里面是什么 就是那个保存安的 男子松了一口气 但警方锐利阴眼 发现装平安服的包包内 沾有一似毒品粉末棒称 与干净塑胶分装袋 只却苗头不对 一检验下来 居然发现成K他命阳性反应 那个就不准啊 不准 脑子不准 上面就都白白的粉 眼看事迹败露 男子态度180度转变 不断大打太极 警方指导黄龙 随后从另一个包包查获 印有卡通因素小子标志 20包毒品果汁包 与53包虎克船长标志 毒品果汁 大麻烟弹9个 以及大麻电子烟主机一只 警方除了当场将嫌反一 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最嫌 逮捕送办 另外同车友人也要配合 返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后续波利市也将进一步 深入调查相关毒品的来源与流向 记者吴蔡永 台北采访默导 1923年知识分子为了争取 台湾人的参政权利 被日本政府以违反 治安警察法进行全岛大逮捕 后续在法庭上答辩 遭判罪以及入狱的置警事件 至今刚好满了100周年 而为了纪念这段民主觉醒运动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举办特展 透过AI技术 模拟法庭的答辩 提供民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请敲下正义之锤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 与众人敲下法锤 宣告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自警事件百年特展正式展开 1923年蒋味水 蔡培火等知识分子 争取台湾人参政 被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 进行全岛大逮捕 开始长达两年的法庭官房 他们相信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我们可以透过台湾议会 骑程运动 来为台湾的自治打拼 那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做到 他们就努力 他们就发出了狮子吼 当然遭到狮子兽的反扑 所以有了台湾100年前的自警事件 自警事件有近百人遭到逮捕 从起诉到三审开庭超过10次 除了台籍的辩护律师 也有仗义直言的日本律师团 最后虽然有13人遭判刑 却引发民众对事件的关注 年代让当时台湾民报 小亮大增成为重要的民族启蒙运动 官方运用AI技术模拟法庭答辩 带观赏者走进历史 有一些场景 我们想象中的场景 我们可以用AI去把它模拟跟计算出来 让大家对于这个观展可以更直观 然后体验可以更直接 纪念百年觉醒运动 主办单位除了举办特展 还邀请学者专家诠释历史事件 同时在迪化街永乐广场 有艺术展演以及四集活动 带领民众认识台湾新文化运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根据福布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 每13位就有一位是失智症的患者 而且随着年龄上升还有倍增的趋势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联合育宴合作 设计体势能和手作课程 帮助长辈们锻炼肌力 同时达到动脑效果 延缓身体退化 跟着体健老师口令 长辈们手拿鱼夹球伸展四肢 不只训练激励 透过运动的方向性 搭配念数字顺序 还能达到动脑效果 那他们上有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从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他们去辨认 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就是配合运动 高龄化社会来临 增加长辈照顾需求 如何能健康老化 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尤其随着老年失智比例增加 平时除了注意运动 还可以参加社区活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整合在地资源 设计劳作体势能 编缓长者退化 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 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不会去排斥 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 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 全关心理师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 提供长者一些 抒压的活动以及课程 藉由手作体验 训练认知功能 课程中还安排让长辈们 分享生活经验 增加人际互动 希望多点陪伴 减少长者独处时间 身体不至于快速老化 也能减轻家属的照顾负担 记者 邱世民 特别播动 竞争刺激的过马路大赛 正式开始 选手们能安全抵达终点吗 出现了 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 为停让行人 警察开单举发 车辆没有停让行人 会罚钱 症人重伤或死亡 应付刑事责任 加重骑行二分之一 还会吊烧驾照哦 过马路不能滑手机哦 行进入口要停让 你有安全有保障 站住 别跑 别跑 可恶 看来 是我出手的时候了 系机车不为停 现家不占用 机车不请原行道 安全的真相只有一个 把原行道还点行人 进入四个的贵车路比赛正式开始 专手感到安全到重点呢 出现了贵车路上飞回大魔王 没停留走路的人 赶紧开担计划 车辆没停留走路的人 会发质 要让当上越是希望 爱护行事进行 加当行政两分之一 过得少计划 贵车路不能回手机了哦 来到路口爱停留 比我安全有保障 新北市新店区小城里 在中秋廉价前传出窃案 除了向警方报案 小城里长郭仁泽也和领长志工 加强巡逻 并且透过情资 了解窃贼的方案手法 拟定抓贼计划 最后在警民合作下 顺利逮捕这名窃贼 三更半夜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从屋子出来 在中秋廉价前 新店区小城里传出窃案 里长郭仁泽表示 在第一时间 街坊群组就随即有 受害者及热心民众 提供拍摄到的画面 成为宝贵的线索 发生这个案件的地点 都是在楼中楼 它可以从那个受害者 他们家的前院 爬进阳台里面 那阳台大家一般 比较会掉以轻心 就没有上锁 然后窃贤他才得手 除了立即报案之外 小城里里长郭仁泽 和领长以及志工们 也立即展开了连日的巡逻 同时经过警方 调阅监视器 锁定一名男性范贤 发现他都是搭乘 多元计程车 进入社区行窃 因此拟定了 夜间行动计划 在10月2号的晚间 再度发现范贤的行踪 一人在大门口做通报 然后其他的伙伴 就是在社区里面散落 就一听到说 有Uber或者计程车 进入的话 我们就赶快追上去 用这个模式 然后追一追就发现 警察好像也 用在这个模式 正在锁定这个嫌犯 所以我们一边追 就发现警车也在追 本局双人所同仁 执行窃案 热食热点巡逻情务 发现一部 引小客车行机可疑 所以实施盘查 发现后座乘客 穿着特征 与本辖近日 9月26日至10月1日间 多起助窃吻合 欲再来发案案 为警查获 小城里里长郭仁泽指出 这次可以说是 警民合作的最佳典范 透过警察的科技执法 社区里内团结合作 大家共同抓贼 一方面也是 我们这些林长志工 愿意半夜一起出来 帮忙 那一方面也是 警察这边科技执法 他们其实也有锁定的范贤 他的这个作案模式 才有办法 大家合作来完成这个任务 经警方盘查发现该名乘客 就是近日多起 住宅窃盗案范贤 刘姓男子 而范贤所穿的衣物 也正是摄影机拍摄到的样子 让里长直呼 窃贼 嚣张 贼心该败 另外还查获了范贤 随身包包 有K燕两只 全案巡后 依涉嫌住宅窃盗 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等罪嫌 寒送征办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员白佩儒 有感于秀峰消防分队 常支援辖内前线救灾 相当辛苦 但是出勤使用的灾情勘查车 早就老旧不堪使用 因此特别用建议款 购置的箱型的救灾车 车子够大 可以载救灾人员 也装得下配备 方便救灾使用 在秀峰特搜分队 举办的灾情勘查车 启用典礼上 包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副局长陈崇岳 新北市员白佩儒 系指区长林庆峰 以及秀峰分队的 景义消们都出席参加 因为秀峰分队 不但是单纯的消防队 也隶属于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特搜大队 在包山包海的第六大队 经常支援辖区内 进行水域及山难等 前线救灾 只是原本出勤使用的 灾情勘查车 年线到了也老旧 所以秀峰一消分队长 也向议员白佩儒 陈勤 希望协助换大一点的新车 可以在救灾人员 装备也够装 我们的九人座的灾情勘查车 都十几年都坏掉了 跟白眼报告 说我们真的秀峰 需要一台九人座的 因为秀峰 山岸 水域 火墙 要载装备 也要载人 那个小台的五人 装备又载不下 很需要这一台车 白一言二话不说 就答应我了 新北市员白佩儒 同时也是消防副宣队的分队长 这次以建议款 协助添购这一台 箱形救灾车 让救灾人员 能够快速的平安抵达现场 并且装载必要的救援装备 进行救灾任务 启用典礼上 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长 陈崇岳也回赠感谢状 表示感谢 而现场也由议员上车启动 代表正式启用 请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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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第六大队呢 其实整个邪情的区域非常的大 那警役消灼人在出勤的时候呢 有装备还有人呢都需要去支援 那感谢消防局呢 这个全力来配合 让整个第六大队的后勤车呢 尤其是这个久人座呢 可以能够在这个月就能够顺利的来交车 那未来呢 原本旧的老爷车也就退休了 让大家在出勤的时候可以更安心也更安全 特别感谢白佩儒议员的一个协助跟争取 170万的装备 其实可以让人跟装备到位 那白佩儒议员从此也是我们黄先的姐妹 所以我们从防灾到救灾整个一提起来 那我想对于新北市民尤其在汐止地区 那六大本身也是边厢比较多 那这部车相信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 再送救灾人员以及装备器材 对救灾来说很重要 透过一元白佩儒争取新的灾情勘察车 让消防弟兄出勤更加的平安更有效率 加成惠林希子采访报道 新北市淡水区米粉辽西过去上游 经常会排放生活污水导致下游水质恶化 户伟一文休闲园区推动富裕计划 在下游已经出现了鱼虾生态环境获得改善 不过源头的污水问题还没有解决 园区也举办响应淡水和公约的活动 号召民众加入禁锡行列 新北市淡水区有一条被称为米粉辽西的小溪流 过去米粉辽西上游经常排放生活污水及污物 导致下游水质恶化 而在降劫集团与新北市BOT案中 打造的护卫义文休闲园区 同期也为这条支流推动米粉辽西富裕计划 在下游这条溪流已经变成鱼虾瀉的热源 但是源头污水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给富裕计划带来的限制 因此昨天上午园区举办签署响应淡水和公约活动 承担起为淡水和做一件事情的责任 期盼恢复从米粉辽西到淡水和的美丽和生命力 藉由现在的力量由我们来做一个生态的富裕 让它回复到原本在我们的永续生态经营的方向 朝这个步骤去让富裕的情况更好 那在前面我们一直在做到现在 我们很感谢有在地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它会更好 我们还是有一些先天的条件 我们需要有多克服 上游的部分呢 因为有一些家庭废弃水的一个问题 那导致呢 他们富裕好的这样的一个中下游 还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污染 那我想呢 今天呢也是希望呢 召集大家 大家公私协力 而且还有我们沿线所有的里长 一起来出席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呢可以让这个米粉辽西 持续的这样的啊 富裕呢 那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成效 活动现场还有许多里长也都来参与 这些里的位置都是 位于米粉辽西的流域地点 户伟一文出现园区 重视绿的存量与永续经营 将生态富裕视为己任 即便是该合育不在 金发局的BOT案的合约范围当中 但依然积极推动米粉辽西的富裕计划 另外新北市议员陈伟杰也邀请新北市水利局 还有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前往米粉辽西实地勘查之后 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进行清理水道上的垃圾 还有修剪树枝和杂草 并且在一个月内制定治理方案 从2020年开始我们将这些集团 一起来注重这样的一个生态 虽然这不是BOT的范围里面 但是愿意尽社会责任 来去做一个扩大服务的范围 在今年跟陈伟杰计议员 特别来去做一个整合 把水利局 把环保局 把公所的力量给加进来 同时我也有一些建议 就是米粉辽西能不能有一个部分 做一个生态池的部分 让水也可以做一个过滤 同时让米粉辽西吸引更多的这些 鱼虾 白鹿丝 来 让大家可以来这边 清净清水 清净环境 议员表示米粉辽西下游 目前主要问题非工业污染 而是需要公众共同关注的 民生污水排放问题 尽管上游的污水接管率达到85% 但还有没有接管的部分 导致污染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经由此计划继续推动 希望可以让这条曾经被遗忘的米粉辽西 能够自然的富裕 而护委义文休闲园区也呼吁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确保这条美丽的漆流 可以持续的维护 成为社区的宝贵资源 新北健康三宝之一的山药 现在正值采收季节 市府农业局和双溪区公所合力推广 今年山药的产量大概有540公吨左右 市府会持续拓展通路 提升农民收益 新北健康三宝之一的山药 现在正值采收季节 市府农业局持续推动新北农业健康市 并指出今年山药年产量 约有540公吨左右 尤其山药的膳食纤维和植物性蛋白 所带来的饱足感是最佳活力应援的食材 值得民众订购尝鲜 今年山药一直都维持很平稳的状态 年产量大概540公吨左右 那这也是我们新北健康三宝 每一年的系列的最后一泡就是山药 它是高纤维的好产品 欢迎大家一定要多多享用基隆原生种 我们台湾最好的山药就是 新北山药健康三宝 新北山药主要种植的基隆原生种山药 吃起来口感滑顺又软Q 是很好的养颜保健食材 不过民众想要品尝到好吃的山药 去场传授尼挑选的招数 我们的原生种山药是细细长长的 那不是我们这种所谓日本山药 那种大枝山药 那大枝山药有的是水管种植的 那这种山药的整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那原生种山药它口感细致绵密 那非常的适合入菜 为拓展通路并提升农友收益 农业局说兼具健康养生的健康山药 则和知名饭店业者合作 开创出美味的创意料理 期盼透过驱空所联手推广 达到促进农业有序发展的目标 再往前迈进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为了提升海洋生物的救援效率 新北市农业局动保处 特别和中华金屯协会 海保署以及北台湾各县市的政府合作 在树林区设立海洋生物保育园区 让搁浅或是受伤的海洋动物 能够有一个收容医治的场所 3 2 1 请接牌 家民们共同接牌 欢迎新北海洋生物保育园区 正式启用 为了提升海洋生物的救援效率 新北市农业局动保处 特别与中华金屯协会 海保署及北台湾各县市政府合作 在树林区设立海洋生物保育 教育园区 让搁浅或受伤的海洋动物 能有一个收容医治的场所 我今天是要代表新北市政府来说一个谢谢 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一起做的部分 我们有只做了 我们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环 但是今天很高兴 因为大家努力 这个据点设置在我们这边 所以呢 这个是接下来呢 我们会持续的来做这件事情 中华金屯协会秘书长 曾曾崇指出 这个园区是北台湾最大的海洋保育 教育园区 兼具救援医疗收容也放弃教育功能 目前建置八个海龟附建池 预计可收容13只伤病龟 这个落脚的地方呢 对于这些受伤的海龟来讲是暂时的 我们希望它走向大海 回到大海去 那么回到这个生物该有的地方 那么当然 我们学会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的情况下 也希望来自政府方面 中央方面都有给我们一些支持 新北市东宝处表示 新北市三面领海 不时会有金屯或海龟搁浅的情势发生 民众若发现 请立即拨打118或新北市东宝处专线 给金屯海龟最及时的救援 记者 伦宏 如云璇 采谋报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谢成君 防诈骗的呼吁 常透过交友平台认识 多文字 甜言蜜语 交往不久呢 便以各种明目要求 汇款投资 寄送礼物 或者是带保管地契手续费用 提醒民众 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 务必要提高警觉 165 反诈骗专线咨询哦 公路失贝秀 READY GO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安全与你相遇 经常出家的郭茶路比赛 真是开市 现实做得好久都重点哦 最后呢 茶路好出现美贵太无奉 莫庭佑航路给人 警察推丹一半 才莫庭佑航路给人 白白切 可以从同这些 生活的副姓氏基因 加副情绩一分之一 还没丢着鸡 郭茶路做得慢失败哦 来到鲁海洋来庭佑航 开架很巧的旅报中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始施打 新北市政府为了照顾更多市民 自行购买2万4千剂的疫苗 扩大提供给涉及在 新北市的经济弱势 身性障碍者和客运公司的司机 守护市民健康 今年度的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开打 第一阶段已经在10月2号展开 第二阶段则是从11月1号开始 机关署指出接种流感疫苗后 保护力平均约可以达到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 另外对于因为流感而住院的保护力 约有百分之四十一 对重症保护力则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二 因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疫苗保护力月一年 建议每年需接种一次 而在流感开打的第一天 就有不少长辈赶来接种 大姐每年都会来打流感疫苗吗? 为什么呢? 因为打的比较有保障啊 今年度机关署总共购买了 698万剂四架公费流感疫苗 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六 而新北市政府为了照顾更多市民 另外在自行购买两万四千剂疫苗 扩大提供给涉及新北的经济弱势 身心障碍者 六到十八岁未注册入学者 产后护理之家非医市工作人员 客运公司司机 以及校园集中接种校园教职员工等对象 守护更多市民的健康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第一天 新北市新店卫生所就有许多民众 前来排队 大概一个多小时 三百个号码牌就被索取一空 卫生所表示公费成人流感疫苗 每天提供三百个名额 早上八点开始发号码牌 八点半开放挂号 提醒民众不要太早到 以免九后 公费流感疫苗十月二号起开打 新店卫生所一早就涌进相当多民众 新店卫生所表示公费成人流感疫苗 每日提供三百个名额 上午八点开始发放号码牌 八点半开放挂号 请民众不要太早前来 以免九后 而开打首日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三百个名额随即额满 民众表示希望早点打早点有保护力 今天是第一天打就特别敢了 对 是希望能提早有保护力吗 是 以前我们那个都是到社区里面去打 那这两年都自己来卫生所打 随着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松绑后 流感病毒开始在社区中活跃 近来各医疗院所类流感病例 也有上升的趋势 因此疾管署呼吁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 踊跃前往接种 以前我很会感冒 我就 我就 听人家讲 我就来这里打 对自己有帮助 对自己身体 打完心情 各方面就比较放松 你觉得有打这个疫苗 比较不会感冒 对 至少安心 那假如感冒的话症状不会那么明显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第一阶段开放对象 包括65岁以上长者 慢陷病 罕见疾病 重大伤病等高风险病患 安养 长期照顾机构等对象 六个月到高中职 五周恩 一到三年级学生 孕妇 以及六个月内婴儿的父母 幼儿园托育人员 托育机构专业人员 及居家托育人员等 第二阶段则是从11月1号起展开 对象为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请民众注意施打时间 而针对85岁以上长者 孕妇与行动不便者 新店卫生所有提供优先施打服务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善加利用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南部登革日疫情严峻 过了中秋廉价 细子区域在增加确诊案例 分别是自强里和文化里 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到台南 感染到登革日 因此相关单位也紧急进行喷药消毒 要全面防堵疫情 下午时间里长跟着消毒人员 在各巷弄进行喷药消毒 就连社区的开放空间 还有防火箱统统不放过 汐止区本土登革日疫情 是累积第五例 是在文化里和前几例一样 都是有台南的旅游史 而里长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张罗贴公告 通知里民要进行全力消毒 我那个很紧急啊 卫生所那个 我们副理长打给我的时候 其实都在休假嘛 那个中秋大家都在休假 那我就自己动手 趕快打电脑 打一些文字 把它进行里内全部公告 那就紧急通知我们林长 大家来帮忙 最近都是这样 今天特别在我们汐止的一个文化里这附近 进行相关的一些喷销工作 那这是我们汐止地区 第五例的一个登革日 那不过也这边也跟大家来报告 也不用担心 这都是从那有一些 南部的一个旅游史所造成引发的 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都有掌握 那我们今天来都会进入各个家户 来做相关的一个喷销作业 那也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能够一起来做好 寻到清刷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一起来阻断相关的一些资深圆 系指在增加两例分别是在自强里及文化里 而10月3号这一天 只是针对第五例 也就是文化里进到家户 大概300多户进行喷药 另外也在针对里内进行消毒 重点放在水沟以及盆栽 统统不放过 要全面防堵登革日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消除户外的 那户内的今天那个卫生局 卫生所然后工所 然后配合警察 今天就是要入内住户去设计 每一户的爱家爱户的去消毒 它的半径是50公尺 户外是加强水沟 有啦像树木刚才有清洁队 他负责他的药器是负责喷洒那个树 那我刚才带一些消毒人员是负责水沟 防火象 这边也要特别提醒 因为我们双十年假马上就要到 那如果四天的一个假期 您到相关那个中南部来做旅游的时候 这边来特别提醒大家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个 防蚊的一个作业 那避免我们会有一些染疫的一个风险 接下来又是廉价西子区长林庆峰也在提醒 除了配合循道清刷也能够做好防蚊措施 中国团特别带着拥有不同帐别的混帐综艺团 来到新庄横溢中学 为师生带来有爱无爱 生命台湾的生命教育演出 演出类型包括舞蹈二胡歌唱等等 各有各的精彩 他们每一个团圆面对生活突破困境 这样的一个人生故事跟精神 那透过了艺术的表演呢 传达了给所有的观众 他们有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一些障碟 一些身上的一些障碍 但是能会经过各位同学 看他们的表演 还有一个主持人的介绍 你们会很清楚知道 哇 他们还是这么的勇敢 除了精彩演出表演结束 团长也是主持人 还会访问表演者 请他们分享生命故事 当我遇到了混帐综艺团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舞台上 可以给我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可以让王鼠乔呈现不同不一样的我 而且也因为这样 我可以非常地感谢我的父母亲 把我生得这么的完美 每一个不同帐别的表演者 突破自身障碍 带来精彩生命演出 让现场师生相当感动 我希望恒一中学所有的孩子 在今天下午看完表演之后 对于人生有更不同的一个体认 我们要珍惜生命 就是很惊讶说 就是连肢体障碍的人 也可以就是上台这样子演出 觉得非常的厉害 我就是觉得说别人都那么努力 你怎么没有努力的感觉 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 就是可以四肢地动 然后或是有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恒一中学重视学生生命教育 邀请混账综艺团的不同帐别表演者 以音乐 舞蹈等表演 为学生带来震撼人心的演出 让现场每个人都获得生命感动 以上新闻记者林振杰 新庄采访报导 为了鼓励里内学子勤奋上学 新庄民优礼办公处 举办秋节研习会的同时 特别颁发奖助学金 今年一共有66位学生受惠 里长吴昆朗感谢公庙的支持 并且祈许学生要努力用功读书 有照一日也能够回馈社会 为鼓励里内学子勤奋向上 新北民优礼办公处 举办秋节研习会的同时 里长特别颁发奖助学金 今年共有66位学子受惠 延续活动 那又特别邀请到我们 新庄贤访公 来帮我们民优里内 来做奖助学金的颁发 那从国小 国中 高中到大学 一直我们有来 颁发我们民优里内的奖助学金 鼓励这一些学生们 可以认真来向学用功读书 活动会场还安排一系列精彩表演节目和大小朋友同乐 不少家长陪同子女前往领奖分享这份荣耀 妈妈刚才没带我来领奖学金 参加立上的活动很开心 这部分是有达到异教娱乐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所以希望各位邻居可以来多多参与 里长再度感谢给我们的支持 并说明当初会发起筹设奖助学金的目的 希望借此鼓励里内品学兼优的学职 并期许他们将来长大学有所成 一定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 鼓励奖助学金 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包括我们的国小 国中 那我们的大朋友就是我们的高中 以及我们的大学 那高中的部分跟大学 他们很快就要进入社会 也希望他们能够等他们开始进入职场以后 有能力也可以来回馈地方 来帮助鼓励一样 来鼓励国小国中的小朋友们 可以来认真向学 对拥有乐上好事的精神令人感佩 里长更透过奖学金的颁发加免获奖同学 大家用行动证明回馈乡里的最佳典范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也请辞订 importing 伞独再进化 毒品新生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借读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用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 接纳 关怀 支持借读者回归正常生活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紧接心 引优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中台小犬来袭 外围环流恐怕会造成 北部地区连日降雨 新北市领口区长廖武辉 亲自巡视区内的各地排水沟是否通畅 并且检测抽水机组正常运作 预防灾害发生 中都台风小犬稍微往南调整 虽然对北部地区没有直接影响 但外围环流恐怕造成连日雨势 未避免大雨来临 造成积淹水侵势 廖武辉区长亲自巡视区内 各地排水沟是否通畅 我们市区道路内容易溢积淹水的地点 除了这个强降雨的时节 我们也是定期进行的这个巡查 然后将这些落叶枯树 这些进行移出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排水上面 维持它的畅通 廖武辉区长指出万一发生强降雨 容易发生积淹水 他也特别前往检测抽水机组是否正常 以便随时可因应灾害的发生 防疫期间我们都会特别的加强 我们平常这个溢积淹水地点 还有一些这个抽水的一些这个机具的保养 和这个维持 那像近期来也都会有强降雨的这个情形 那在林口地区呢 我们会针对我们的这个抽水机具 我们会定期的来看看机具这个抽水机运作的情况 要维持它保持它随时可以进行抽水的这样子的功能 廖武辉区长呼吁 易烟水及低洼地区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为预防雨水淹禁民宅 民众可向公所勤领沙包做好完全准备 记者回宣领口采访报道 小犬台风预估会少过台东狠村一带 不过外围环流又将会为北台湾带来风雨 而北海岸已留地质公园 一早风势与势都不大 游客也依旧照常入园参观地质景观 不过为了维护游客的安全 一流地质公园将会随时观测暗季风雨 还有浪况也会有定点人员协助宣导 小犬台风来袭 路线预估将会直扑南台湾而去 不过外围环流也将为北台湾带来风雨 一早到北海岸沿流地质公园 可以见到风势与势都不算太大 游客也依旧照常入园参访地质景观 不过一流地质公园内也将会有定点的人员 协助宣导不要离暗季太近 以免发生危险 原则上因为它是沿岸 原则上如果说是它发布海上台风 还是说路上台风 只要沿岸是范围之内的话 我们就会风雨 我们整个园区都有游客 我们的员工在巡查员工的话 会有一个安全的维护 那会呼吁游客 就不用到镇海边 这次小雪台风来西北海岸 不在暴风般境内 不过沿岸的风浪依旧是受到影响相当大 随着台风逼近 一流地质公园也将随时留意 沿岸风浪的状况 并且加派人力巡查安全 维护守护游客的安全 我们会视状况的封闭 视状况 所以会视状况 对会视状况封闭 只要风太大还是浪太大 已经围及到游客的安全 我们就会适度的一个局部的封闭 一流地质公园是靠近暗季的景观区 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一流地质公园将会是暗季风雨的状况 作为开闭员的调整依据 若是可能危及游客安全 也将会关闭园区 借以维护游客及员工的安全 维护平寒 万里采访报导 林口区公所和在地里长关怀弱势 由区长廖武辉和林口爱新天使站 将物资送到关怀对象的手里 期盼社会各界也能够主动关怀左右邻里 共同加入公益行列 林口区公所及在地里长关怀弱势 由区长廖武辉与林口爱新天使站及在地里长 将爱新物资送至区内列册的106个家户中 让关怀对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针对区内的独牢 以及需要关怀的弱势户进行关怀 每个月合作的社府机构也会进行家访 林口区公所近几年持续发展在地关怀网络 备受各界肯定 除运用台电回馈金发放关怀金以外 更结合在地里领长社会福利单位 宗教团体以及市府的食物银行 持续关怀与送暖 今年将有106户会获得 这个中修月饼以及基金的关怀 林口区公所温馨提醒 莫忘社会仍有些人努力地维持生活 盼社会各界可主动就近关怀左右灵力 共同加入送爱送关心的行列 记者虎萱林口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明德路65巷口新增U-Bike 2.0的站点 而这也是当地国风里第一个U-Bike租借站 里长颜荣宏特别感谢市议员黄新华协助争取 让国风里民拥有更便捷的共享单车服务 新店区国风里第一个U-Bike站启用了 新站点的设置就在明德路65巷口 里长颜荣宏指出近年来推广节能减碳绿色交通 里民经常跟他说里内没有U-Bike 要去捡运站或菜市场很不方便 因此向新北市议员黄新华反映 经过了会刊评估和协调 成功争取了U-Bike 2.0站点的设置 将提供周边居民更便捷的共享单车服务 因为我们的里民常常跟里长反映 说我们社区是不是能够来设一个U-Bike 以前我反映上去的时候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大马路上才有设点 这次经过我们议员的争取 我们终于如愿的完成 为我们社区带来低碳的生活更进一步 新站点一共有15个车柱 并且采用太阳能除电 免去了拉电用电的困扰 今天到了现场看到的车辆被借光 可见U-Bike热烈受到了欢迎 新北市议员黄兴华表示 以往的站点设置大多都在捷运站附近 或者是大马路边居多 如今U-Bike深入社区当中 将为民众带来更多便利性 随着我们U-Bike的站点更加的深入社区 更加的接近民众居住的地点 那民众在转程上会更加的容易 那第二个呢 U-Bike可以达成多元使用的目标 将来民众不管是在市区巷弄穿梭 或者在市区购物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最后一个是呢 当然U-Bike是一个非常节能简单的工具 民众骑着U-Bike可以达成 这个健康强盛的效果 新北市议员黄兴华表示 未来会持续打造单车友善环境 并且积极参与交通整体规划 同时希望能够加强民众 对于单车出行的观念建立 也期盼能够借进其他国家的成功例子 让我们的城市可以更加友善辩解环保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双溪区公所举办志工联谊 透过户外踏青 喉童矿工生活的记忆漫游 了解到在地的文物资产保存 和历史文化的传承 为凝聚新旧志工情感激发志工们的服务情谊 双溪区公所特别在今天举办志工联谊 透过户外踏青喉童矿工生活记忆漫游 更亲手做台球 让志工了解重要的在地文物资产的保存 以及历史文化传承 还有绿植疗愈身心 让志工们纷纷说赞 第一次做的 他觉得怎么样 好高兴 很好 觉得很疗愈 对对对 我们虽然住在双溪 但是我们对这个矿工文化 我们实在真的不了解 那今天这个 这个也是 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前辈 以前有当矿工的一些前辈们 他们的辛酸 也辛苦的服役这个下一代 那今天呢 让我们了解到这些 非常丰富的一些知识 除了有户外踏青 当然也没忘了最重要的演习会议 透过个案研讨 共同检讨独居老人 照顾的工作执行 及未来方针 希望让独居长者 都能获得妥善的照顾 关怀服务 以提升服务的效能 虽然是在乡下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做过这个东西 所以说也是一个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方向 就是美化的方向 也是给我们一群志工 一个疗愈的一个地方 新北市对于独老服务系统 有一个优化的电子系统 那我们借这个机会 把独老电子系统 用QRQ很方便的方式 就可以去记录 对独老的服务过程历程 包括一些服务人员 那所以我们今天用机会 把我们志工 做一个交易训练之外 带他们来我们那个活动 这边的矿工文石馆 也了解一下我们地方的文石特色 然后又做一个DIY 寓教育乐结合 双溪区区长表示 透过这次动态参访活动 提供精进学习机会 塑造志工专业形象 期待能带动更多志工 参与社会服务 希望借由今天的多元课程 活动更丰富 伙伴们的知识领域 借成为双溪采访报导 双溪区长元里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 都会举办共餐 因为共餐据点 就在威慧庙的旁边 因此每次用餐前 都会先拜拜祈福 请神明先用餐 庇佑来共餐的长者 健康平安 这也成为长元里 共餐的一大特色 信众手持清香 在里长的带领下 大家虔诚敬拜 而桌上摆满的饭菜 就是今天长元里 要共餐的餐点 每个月长元里 共餐前 先叩关请神明吃 已经成为共餐一大特色 爸爸妈妈 我们这里的阿嬷 都自己这里有 拿菜 买菜 肉串 都拿来这里 大家共同来寄 之后 我们都 这里有了一间 刚才我们 信用的 这个庙 我们就是 这个开张新王公 有的庙 开张新王公 在这里 我们没有在分工 有 我们说 青梨 或是十六 这里扣军 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 平平 我们就 祝福 我们要共餐 我们就先拿来 廟的这 把这里 为廟 我们这里 开张新王 重新 并重 我们先来 这个 共享 长元里里长表示 威慧庙是长元里 重要信仰中心 有超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又迎发共餐 就在庙前的活动中心 因此 在每次 共餐前 就先把饭菜 都来靠军 祈求神明保佑 里内都平安 最后享用的餐点 也就成为了平安餐 公圈好 我们每一厨 公圈 我们拜拜 拜后 我们这里 拿这个 拿来的 这些共餐 我们这里 阿嬷 大家 都吃得好 大家都吃平安 阿嬷 都很高兴 大家都 为这个 我们推动这个共餐 大家都 真热心 大家的 参务 也都 大家都 很踊 踊 在共餐之前 他们就会有一个 叩君的 连礼是 就是帮我们 真来感谢我们 威慧庙 开庄圣 下的重冰匠 然后呢 供奉一些贡品 那味道 这些重冰匠 也帮大家一起 来享用平安餐 那这是一个 比较 特别的啦 那也就是说 感谢我们 开庄圣 我们跟重冰匠 批育我们地方 大家出路平安 双溪区区区长 今天也到场 和长者吃饭 话家常 区长表示 场员里共餐 不仅凝聚里内 左邻右舍的情感 也和庙宇 有着深刻的连结 让社区 饮法共餐的长辈 都吃健康 也加平安 介绍威 双溪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 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 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